这个三千多万的店长 谁也不敢喝 就怕一盒会爆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从下口它就是BC项短路 我们现在怎么测也测不出来 现在我们明面上看到的 我大概都拆了下来 还是不行 都已经断了 不是砸都断开了不是 对砸都断开了 下口砸全都断了 还是砸落 就是为啥不敢送 那就是因为短路吗 对 BC短路 我们已经研究了一上午了 实在是没搞定 你肉眼看的地方都 都是断开的 有问题点了 我们就不找你了 对这个预言还看不出来 是 他们怀疑这三项母排之间 BC是短路的 那我就到控制柜的背面来测一下它的母排 指针万一表达到乘一档来测短路 测量之前 先确定它的铜牌没有电 先大概测一下 BC之间的电阻 看一下 好 表正一摆到头 在没调零的情况下 摆到这个位置 这个电阻很小 看起来像是短路 再看一下 AB项 这个表正没动 所以说他们就认为BC项有问题 所以不敢送电 就这个像我也不敢送电 但是这么小的电阻是哪里的问题呢 所以说就找一下BC项在哪个地方 有回路 我认为是有回路 就是还有电路没断开 这个就很明显 这两个铜牌都接出了控制线 它还有控制回路 但是他们也想到了 就把所有的控制回路 这些保险丝都断开了 还是不行 这已经断开了 这都断开了呀 是 我这看了都断开了 我们把能想到的办法 其实已经想过了 我看了 我看了的话就都断开了 嗯 暗暖 暗暖 然后 按短路 很短 嗯好了好了吗 嗯好了 嗯好了 可以放在这 哦 啊要不要 要不要把送 嗯好了 行我把他们叫过来 把物业的叫过来吧 嗯 这一路是干啥的 二买二的吗 这一路157157158 没有图示 157158 他要是往下走的话 辨压器吗 输入端 啊对 又是157 心里踏实的 哎呀 我接我把这编砌器 编砌器会坏吗 编砌器现在出来的会 不不不不 编砌器这要编砌器 店主很小 啊 调一下零 你们真搞了一上午啊 真搞一上午 哈哈哈哈 呃这编砌器正常的 0.45 这么小 其实短路啊 编砌器 这个编砌器正常的 不是短路啊 这编砌器店主很小 嗯 0.35 这是短路 来测 一测一上午 都一直都是0.35 0.35 嗯 就是 这就是 让你就怀疑 它是短路的 其实不是短路 呃 编砌器 它这个线圈粗 这应该是正常的 好 这边是 一边 来 两边 两边 都正常的 嗯 这样就好了 都正常 续经一场 那我也测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电路坏三天了 没找到原因 到上面 门线 门是拉下来的 我先删一下 删一下最低正常 0线 是0线 0线 从下面上来的 对 这是个 下面有种大 我拉一下 拉路这个0线 还带200多负的电 不是你楼下 正用电正常吗 楼下一直就是正常的 那去楼下看 从楼下上来的 去楼下看 我听过把那个电 插了 灯插了 这个地方 还有空调的地方 不露水 我估计这两个地方 应该是 这个相关 先去楼下 看哪个准电 走走走 在这儿上 这是静 这是粗 这是零线 这是零线 零线断了 它这杂里边都有回路的 我这电闸里边都有回路 这零线 零线在这儿断了 这是零 这件好 出来都带电了 这有问题 这个电闸这一块有问题 上面也糊了都 这是有连接的地方 不一定 它有可能是触点不好 触点不好 哪一个是 这个又没上去 我不 好了 咱去啊 你给算 算个味儿 还真去 算不算 算个味儿 确信 这是现在给的 这个怎么用 换吧 换杂吧 这一个4匹的落点牟记 就是哪一个 就这一个 就整个这一个 25安的 32安的都行 这是一体的 零线在左边 都没压上 做成续节 可以说痛有时候都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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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一个通 就这一个通 电队不好 再来个问题 好 这样就好了 把零线全压上 就可以用电了 缺项是接导的 不是电路的原因 是电掌的原因 电掌的原因 对 灯都正常 路遇的就做红红 这个货来之前 他们要换电缆线 结果不是电缆的问题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指点